嗯,大家好,咱们这节目咱们来讲一下,嗯,怎样去使用一个DNS,嗯,来做的一个服务发现,因为前面的话,我们是这么个讲的一个,是基于文件的一个发现,我们有的时候呢,嗯,基于文件的发现的话,然后会发现,然后你,嗯,需要一个的去写到一个,呃,一个文件里面,嗯,可能感觉,嗯,个不是那么的方便,这次的话呢,嗯,我们就那个去讲解一下怎样是使用一个DNS的一个服务发现,嗯,因为在一个,嗯,CableNatus的里面呢, 它也是使用的一个DNS服务发现,然后来,嗯,来对我们CableNatus的集群里面那个,呃,每个POD,然后进行一个监控,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呢,我们也是要,嗯,去介绍一下,嗯,基于DNS服务发现的话呢,有两种方式,一种的话是基于一个,嗯,SRV记录,还有一个就是一个A记录,我们一个CableNatus的集群里面呢,然后监控的话,就是应该是基于一个SRV,嗯,SRV记录,也就是使它一个服务发现,嗯,那个,另外一个,嗯,另外一个的话,我们这边的话,我们也会演示一下, 嗯,利用A记录,A记录的话,嗯,基本上是,嗯,这个是比较相对比较简单一点,因为什么,这个无非就是说,嗯,把我们的一个,嗯,把我们的一个那个IP地址,嗯,那个换成了一个,嗯,一个域名而已,嗯,换成一个主机名,嗯,我们先看一个SRV记录,SRV的话,嗯,需要接住一个DNS, 这里的话呢,我们是使用了一个,嗯,我们内部的一个DNS服务器,是一个Windows的,所以说大家要做这个实验的话,你首先,你要搭建一个DNS服务器,并且这个DNS服务器的话呢,嗯,你这一个,你这一个节点,那就是它那个Permicius,然后,嗯,这个节点,它的一个,嗯,DNS也要指向,指向这一个,我们这个内部的一个DNS服务器,我们看一下,我们那个Permicius, 然后的话,这一个20的174,我们把它配在,我们的网卡上面了,大家看一下,看我们的一个DNS是一个250,那那个,那个首选DNS就是一个250上面,看一下,所以说那个,我们这里,一定要确定好这一点,并且的话,我们是可以解析到我们当前的一个,嗯,那个当前的一个,嗯,那个,当前的一个,那个,嗯,好手里面的,这个也看一下, 然后在hostname是这一个,嗯,我们去拼一下,4720174,全蓄力点声音,看到,都是可解析的,好,那个,我们这里,前提环境的话,我们就,就,就,那个,就说这么多,然后的话,我们去,嗯,看一下,怎么在Windows上,然后去,那个,充填一个SRV记录,然后的话,在一个语名上面,这个预计上面,然后,新建一个其他记录,嗯, 嗯,我们这个系统的话,是一个Windows 2.12,嗯,对大家说一下,你要装2.16的话,也是可以的,嗯,服务位置,SRV,我们这个服务名称,服务名称的话呢,嗯,我们是要怎么写的呢,服务名称就是,嗯,前面这一截,是服务名称,后面的话,是一个协议,一个TCP协议,然后在后面的话呢,就是一个,我们的一个域名,这个一定大家要,要记,要记住,然后的话,我这里把它标一下吧,啊,实验场,有可能,我也, 我也会忘记掉,Permissier,SRV,服务,嗯,服务名称,然后,-TCP,V,协议,然后,虚拟.cn,V,域名,大家那个,要注意一下这个,好,那我们这里来创建一下, 服务的话,就是一个,Permissier,我们直接是那个,拿这个,Permissier,然后做,做的实验,然后的话,协议是-TCP,嗯,提供此服务的一个主机呢,嗯,我们是,C720174,这,没点,先,嗯,我们来看一下,好,嗯,大家可以看到,应该是在这个里面, 那这个服务那个已经定义好了,嗯,我们把这个,截图剪一下,那个截出来, 我们把这个,接一下,我们节下都那个放在这里,嗯,好,我们这里面的话,我们直接,这样的话都已经做好了, 做好的话我们去然后看一下 好那个我们这个SRV记录我们已经创建好了 我们现在的话去那个在我们那个准备CLS上面去那个配置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里面去那个加一下 然后是webapp 然后是DNS DNS发现 confi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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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的话是 webapp eus 然后.tcp 准备点声 嗯那个写到这里然后的话有一点忘了给大家说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服务发现的话呢 你假如说后面有多个服务然后嗯有有多个服务器 然后提供的一个服务 你可以在上面还可以再去呃去添加 你只是后面的话只是把这个呃 你只需要那个把这个地址然后修改下去 你假如说那些那个175也是这个服务 你也可以进那个继续添加 这里面的话呢我们都只使用了一个节点 可以了 嗯 嗯 我们来保存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 程序 嗯 q-hyper 然后是一个8941 好我们去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配置文件有没有加载进来 看外表APP 配置文件已经加载进来了 嗯 外表APP 这个是 当掉 哦 这个我们这个端口没填 大家看一下 我这里的话 这个端口 端口这里 然后忘记填了 我们把端口这里 那应该还可以填的 我们是9100 9100 9100吗 我们来看一下 嗯 9090 不是9100 9090 然后相当于那个 我们是直接是什么 然后嗯 我们那个 permissers 然后 permissers 然后进行来进行验证 9090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的话这个这个然后重新截一下 好 这时候的话我们 嗯 这个确认一下 好 我们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 现在的话 这是不是那个 我们使用了一个服务名称 然后的话 它也能自动识别 识别出来 我们是那个有哪个哪个节点 人家说有多个节点的话呢 它肯定也会下面继续显示 显示多个节点的 嗯 而我们这边的话只使用单一个单节点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效果 嗯 好下面的话我们来再去试一下 嗯 我们一个A记录 嗯 我们再次来那个来改一下 这个应该是 嗯 A记录的话呢 那我们这边是已经那个已经是有了 来看一下A记录 这个的话是C720174 来看一下C720174 点 然后说的话 然后对应了一个IP地址 这个应该是更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来去嗯 也去测一下吧 然后无非就是把这里改一下 然后无非就是把这里改一下 C720174 点凶 点凶 然后我们后面给它加个类型 Table 然后是A记录 然后 然后的话 拋的端口 嗯 91 9090应该 是9090吧 9090 再改一下 我们这边的话是174 嗯 好 应该是可以了 这时候的话我们再重新再入一下 然后看到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的话 没有变过来 大家看到 然后呢 配置文件是 有问题的 那么看一下 哪里现在有问题 嗯 C720174 嗯 发现 C720174 然后 好 这里 应该是 它是给它平行级别的 所以大家那个有的时候很容易把这个空格 然后嗯 定错误 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现在的话 这个呃 配置文件那个已经生效了 再去看一下它的 嗯 所以那个这是关于一个呃使现 嗯 嗯 我们是基于A记录来实现一个 嗯 一个主机一个发现 好 那个关于一个定义S伏发现的话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